记者苏方和台北报道,6月毕业季到来,出入职场的毕业生容易成为诈骗集团网络目标,律师出身的民进党立委周春梅提醒毕业生,可保留求职广告或雇主间以电话或LINE的联系记录,日后可作为证明自己并非诈骗集团成员的有利证据。 周春梅指出,诈骗集团为了躲避警方追查,并确保顺利获得不法款项,往往需要大量人头账户,同时也需要请车手帮忙领款。 因此,诈骗集团多会刊登征财广告,招募社会新鲜人前去求职,实际上是向极有毕业生社会经验较为不足,进而骗取求职者的存折,账户作为人头账户之用。 周春梅说,还有另一种状况,是诈骗集团会要求求职者按照雇主制实提款,以赚取报酬,但却隐瞒款向来源,导致求职者被警方查获为诈骗集团车手。 过去案例显示,求职者多半会被检察官起诉,被法院以刑法第339条第一项的帮助诈骑罪判刑,重则以加重诈骑罪起诉。 周春梅提醒,民众在面试工作时,工作内容要详实向雇主询问清楚,记下面试者的姓名及职称。 若雇主要求交付保管账户存折证本,提款卡或印章,无论什么理由都最好拒绝。 6月是毕业季,周春梅也硬尽放上自己毕业照,提醒新鲜人一定要先保护好自己,才能展翅飞翔。 不过不少网友歪楼,称赞周春梅的毕业照是校花等级。